彩虹我来帮你恢复颜色 2加4等于6我跳 太好了黄色恢复了 我也来帮你恢复颜色 5加5等于10我跳 谢谢你橙色也恢复了 彩虹我也来帮你恢复颜色 6加3等于4我跳 为什么我查不到紫色按钮 你跳错按钮了熊妹 6加2等于4 紫色按钮是我的我跳 我的紫色也恢复了 我头上的公式是6加3 那我该跳哪一个呢 小朋友们都说是青色的 那我就跳青色的 我跳 太好了 我终于帮彩虹恢复了一种颜色 谢谢你熊妹 我也来帮彩虹恢复颜色 10加3等于7都是红色 我跳 数字变变变 谁捡虎得虎 我要跳蓝色的按钮 我跳 你帮我恢复了红色和蓝色 谢谢你 5加3等于几呢 我跳 颜色不对 我再跳 怎么都不对 我还是走吧 黑暗魔王 把你头上的公式变一下 你就能帮到我了 那我试试 减减魔法 变 5-3等于2 是绿色 我跳 彩虹的颜色都恢复了 多可有我 彩虹怎么不见了 彩虹的颜色还没有完全恢复 回去哪呢 你们看艾莎的新裙子 艾莎 快把彩虹叫出来 什么彩虹 彩虹买的裙子 漂亮吗 哦 好像不是艾莎 多可本魔王的聪明才智 彩虹的颜色才能全部恢复 嘿嘿 原来是你黑暗魔王 快把彩虹变过来 什么 彩虹怎么了 黑暗魔王 你手上的是什么 我从家里带来的玩具 想跟彩虹合张影 可来 彩虹消失 也跟黑暗魔王没有关系 太阳哥哥 彩虹有没有回你那里 彩虹失去颜色以后 我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们还是去找小精灵帮忙吧 小精灵帮我们找找彩虹吧 事情我都知道了 精灵之力定位彩虹 彩虹现在在你们学校里 怎么会在学校呢 难道彩虹也要上学吗 快让我们看看 彩虹在学校干嘛吧 精灵之力 看我的 彩色魔法 变 哇 彩虹把我们的教室变得好漂亮 太感谢你了彩虹 多亏了你们 我的颜色能量才能恢复 这些都是感谢你们的 我们快点回学校吧 我还要跟彩虹合影呢 都不许跟我讲水果 大波哥哥真是的 小朋友们有没有见到过彩虹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小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